你有没有这样的胆识 有这样的胆识 你成功 没有这样的胆识 不要想着改变 如果你所做的东西 你只不过是做同一样的东西 你只是做得多一点 那何来突破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Yuy 我是Hill Lilies团队 其中一位感情关系导师 今天收到一个叫Jack Chang的学员的留言 他说到 Brian 我要怎样才能突破自己 我突破不了自己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 我想 Ask 我想 Ask I want Ask Ask Brian Ask Brian Ask Brian Hello Jack 多谢你的问题 这个不只是你的问题 我当时就是跟你一样 为什么突破不了 为什么像做人这么多年一样 为什么 我也是很努力的 或者跟你一样 我都试过 但是为什么都是不行的 好了 我想回到中文这两个字很棒的 叫突破 什么叫突破呢 做一些平时我们没有做 不敢做的东西 就叫突破了现在的框框 如果你所做的东西 你只不过是做同一样的东西 你只是做得多一点 那何来突破呢 这个叫勤力一点 突破是做一些 你很害怕的东西 但是你知道你一定会做的 这个是突破 可以不可以 你问自己 为什么你是有现在的结果 就是因为你的常态 你只是做这一样东西 同一个行为 就出同一个结果 如果这个结果你不满意的时候 那就是说你平时的想法和你的行为 只不过出这个结果 好了 去回来那里 那怎么拿一个你不满意的结果 去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呢 你就要向一个思想和行为的入手 你够不够胆 射得大一点 然后用你的行为 做一些平时你不敢做的东西 做不到的东西 这个就是突破 我当时做一个健身教练 现在做一个 success coach 我三年前 2017年的五月六月 我都是一个全职的健身教练 但是三年之后 我现在所做的东西 和那时候完全是两回事 那就是我自己说 如果我想做我今天所做的东西 我近时是一个健身教练 我是不是需要将我的思想 和我的行为 和我的能力 是有一个大突破 才做到今天呢 那答案当然是 但是你愿不愿意 冒这个危险 你愿不愿意付出 学习 努力 失败再尝试 不放弃 你不理身边的人 怎样看你 怎样说你 你有没有这样的胆识 有这样的胆识 你成功 没有这样的胆识 不要想着改变 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不需要 被你旧时候说 做都做不到 令到你今天你信不信自己 No 你说No 将你以前的自己 切断了 你和自己说 我今天 是可以学任何的东西 缴获给努力 什么都做到 整个简单 Jack 好不好 给勇气出来 什么都可以 立刻执行 不是明天 现在 其他朋友 我想你在下面 给点掌声 Jack 可以打三个 掌声 emoji 我们跟Jack打起 而且这三个掌声 是帮你自己打起来的 将这个Podcast 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次的Ask Plan 再见 加油